我就沒有,這個禮拜都沒吃晚餐 然後也沒喝酒 對啊,所以我剛,你沒看我酒都 很怕被那酒的香氣給引誘了 你這樣瘦多少? 你現在,我其實也不是說為了要瘦 因為我就已經差不多 但我希望可以更稍微結實一點這樣子 那因為我想說就是 就是喝酒畢竟可能會有一些水腫的狀況嘛 所以就盡量在這一個禮拜就不碰酒這樣 那這個是天天喝酒的嗎? 也不是天天喝酒的嗎? 五天吧 跟天天,收休二日 要喝哪一種酒? 要喝威士忌 那都是年份的嗎?還是有偏好呢? 偏好 因為我覺得 畢竟是 比較常是自己家喝 出去玩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自己在家喝 我喝比較好一點的酒 就是年份比較高 想說既然都喝了 就喝 對身體好一點的 就喝好一點的這樣 像麥卡倫就很常都是喝18年以上的 嗯 畢竟現在只賺的價錢跟18年也都差不多 只賺還貴 那有想要入手就是在 那時候我 那時候我 因為那時候幫他們拍廣告的時候 就知道是這一瓶 就有一點 心動 然後想說 買了我捨不得開 一瓶開 就三瓶而已 一瓶叫張董買好了 哈哈哈哈 對 把拍給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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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家喝 有沒有去附近一些夫妻 出去 嗯 還好 就是 就是 一邊喝一邊聊天 可能我們就吃飯的時候 就少少喝 這樣子 就 嗯 比較不無聊 所以你都是 純飲還是有 純冰塊 你是說 純的還是說 跟加冰塊 基本上我喝年份高的 我都喝純的 因為我覺得加冰塊 有一點浪費 因為我覺得加冰塊 跟老公喜歡喝的酒 是混換嗎 還是就各自 他都喝 他都喝 對 他大概有時候 一個晚上 他可以換三種酒 那我是 比較不喜歡混酒 所以我就會 如果我今天喝 威士忌 我就喝威士忌 然後如果喝紅酒 我就喝紅酒 這樣 心裡發脾 那時候可能已經醉了 我也忘記了 那時候可能已經醉了 我也忘記了 他 對 也蠻多睜眼 哈哈 他會有彼此的溝通 這樣 因為我覺得每一對夫妻 都有自己的一些 溝通方式 相處模式 那 我們是真的還蠻喜歡 就是自己 在家裡面喝兩杯 也比較放鬆 因為 外面喝的話 有時候你要想說 今天如果盡興喝多了 等一下還要回家 會不會在外面失態啊 這些的 所以我覺得 在家裡喝 是最好的方式 你跟老公喝了 你酒太好了嗎 以前是比我好 但我覺得 我在 可能 理由比他好 呵呵呵呵 如果以 大家喝的次數來講的話 我比較少 一直 爆 就是 每一個人的那個點不一樣 就是他喝到喝醉的時候 也許 今天他特別開心或者什麼 他就會 他就會有 就是我們 呂勸不聽的時候 我們就 把他平衡為 那樣子 就好像每一個人 都有這個狀況 呵呵 就是很會撒嬌嗎 嗯 會很撒嬌 然後他會跟我們家貓撒嬌 他現在說這個狗貓比較狗 他真的覺得會讓你動來心動嗎 你覺得太可愛了 什麼時候就覺得還蠻特別的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們就在一起酒就是要一直去欣賞對方的好人類一點 對 那要先把小孩讓倒 沒有 小孩很早就倒囉 他8點就進去了 呵呵 對 從第五 畢竟要早起 然後6點都是要起床的 嗯 那要說等一下要去是 最後的決定 對啊 就是 可能是修改的地方啊 然後再 再去試一試這樣 花了多少時間挑到 可以見站頭 應該是要問我的造型師 他們都很累 他們從 就是知道 入圍巾中開始 他們就一直在 聯絡這個 衣服的事情 然後 就陸續有很多照片 那因為現在 就是有時候在那個空運方面 可能也不是這麼順利 所以說可能我們挑到衣服沒來或什麼的 所以他們都蠻辛苦的 所以我才說大家可能也很期待 禮拜六趕快到來 然後所以我先結束之後 他就啊 很鬆一口氣這樣子 好好喝一杯 好好喝一杯 對 我們慶功宴見喔 哈哈哈哈 有先打聽過那種嗎 其他主委 就是光其他的小事 有在 還是都不想擺 也沒有說保密 但是不會特別去打聽 反正大家都穿好自己的就好嘛 對 目前還在等主辦單位的安排 因為好像今年的入圍者比較多 然後 然後那個紅檯是時間嘛 所以他們還在等著我的面貫 那大家差不多了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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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好像中午喝酒 白天喝酒就醉 白天喝酒超容易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你看他 你覺得很好喝 喝奶茶要問幾個 比較趕快是不是 問多一點 對啊 不中午 對啊 不曉得我每次中午喝 就是中午開始喝 整個下午就超快喝醉 然後回去就睡覺 好囉 好囉